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王力宏助理同框的合照再度掀起话题 王力宏15日正式与李靖雷八年婚姻走到终点 没想到昆遍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至今已延烧超过一个月 更有不少亿人受到牵连 不过目前风波仍未落幕 近日传出王力宏带了三名男子应场耗斋 王力宏事后解释 一位是夫妻生活助理 一位是资深工作人员以及一名保全 不过这个设法立刻遭到李靖雷打脸 表示夫妻助理其实是他长期的私人助理 其实其中一名更是素未谋面的陌生男人 让他吓得赶紧报警处理 不过近日有网友在王力宏的微博 翻出他过去为助理庆生的照片 两人显然是熟悉的关系 因此遭到网友质疑 之前把人家当保姆 司机使唤的时候认识 现在反而不认识了 说是王力宏带着狗腿子 黑社会要拿气球 玩具吓坏小朋友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王力宏的个人助理领谁的工资 听谁的话你不知道吗 是我我也害怕呀 又不是我家里人 也不是亲戚 也有网友认为 李靖雷并没有说自己不认识 王力宏的助理 李靖雷更透露 王力宏应场住宅时 刻意拔掉了监视器 李心有余姬表示 如果需要证人 一位就够了 而且可以找一位双方都同一的人选 为什么要在我一个人的时候 带这么多人硬唱 两人的离婚风波 至今仍然持续延烧 王力宏为什么不敢回家 不禁让人感到害怕 李靖雷离婚后 王力宏回家成问题 其实这是必然的 毕竟王力宏有暴力倾向 之前陪同人员有黑道背景 确实让人害怕 并且李靖雷则表示 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中 在明 除了在约定的探视时间里 未经李靖雷同意 王力宏不得擅自进入 所以说 李靖雷只要不同意陪同人选 王力宏只能独自一人回家探望孩子 李靖雷还不忘喊话王力宏 如果他真的想孩子了 欢迎王力宏回家 大家都说 李靖雷把家庭纷争弄成舆论事件 把一地鸡毛的婚姻公之于众 却不放出任何证据 让人物理看花 其实这个女人还是聪明的 她只是想要自己应该得到的 毕竟一个母亲生了三个孩子 在这么久的婚姻里 她对家庭还是有感情的 没有想让伤害变大 而是想要公平 虽然现状 整个风向也从同情变成了质疑 也因为王力宏在发表道歉之后 一直选择了沉默 现在事件变冷静 俩人的离婚闹到这一幕 双方都有责任 所以要善待对方宽容自己 所以要善待对方宽容自己 但是要善待对方宽容自己 感谢观看